高雄春天藝術節 2 3 走 再來一個請老師 就是拉筋 就是一個玩的概念 就跟我編舞的時候一樣 這個問題有點不太禮貌 非常緊張 不太習慣這麼正式的感覺 綠豆湯 55克 我不好整理 是髮型師已經比較不好整理 是要一直照顧我的頭髮 喝酒 高雄釋放景點啊 我家頂樓啊 我的地址是 再見 一開始就是從很多 親身經歷開始發展 所以這個作品 關於很多失去跟面對 自己的情感跟情緒 環境舞蹈跟一般舞蹈的差別在於 創作的過程中 我們會考慮到更多關於環境 它給予我們的刺激 我們這次的活動會 與高雄的燈會一起舉行 所以我在想到時候的夜晚 會跟我們平常黑夜不一樣 所以曲名叫白夜 跟屁蟲的關係就會像光玉一樣 它們會緊密的跟隨在彼此身邊 我們演出的地方是在珊瑚礁群 太陽光從頭上照下來的時候 剛好會藉由建築物 照射出六邊形的那個光圈 然後我們作品會 以那個六邊形的光圈 進行一段發展 靈感來自於一個神話故事 就是度鴉道光 烏鴉它為了人類 把那個日月星辰偷回來 從此開始有了白天黑夜 但是人類並沒有因此感謝度鴉 不存在的禁物我在講就是 表演藝術跟高雄在地 民間信仰文化的共融 其中一個表演者 他就是內門區 70年來第一個道長 某個層面代表那個文化 阿公阿嬤聽到上照一定就會知道 這個意思了 所以台語就會說 送走的意思 我覺得這次的作品 會有一種很強大的包覆感 觀眾就在表演者的旁邊 然後表演者也在觀眾的旁邊這樣 我原本這個作品 就是從小燈泡的事件出發 將悲傷化為陽光 加愛痛化為鮮花 可以用自己的作品 用藝術的力量 去療癒更多破碎的心的話 就是身為一個藝術創作者 很大很大的價值 愛琴海跟高雄港 我覺得高雄的舞團 都很好 我們應該都贊助他們 多去看高雄的舞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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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